屏东一间牛肉面店日前接到了电话 对方自称是当地消防分队的黄队长 订了45碗的牛肉面 还要求店家不要打电话到分队 结果等到餐点做好了 这个黄队长却联络不上人 店家这才知道上当受骗了 而实地到消防分队 当地的分队表示 根本没有黄队长这个人 牛肉Q弹有嚼劲 汤汁醇厚浓郁 热腾腾的牛肉面令人食指大动 但竟然有不肖人士打电话 冒用消防队的名义点餐 随后人间蒸发 这名自称是消防分队的黄队长 日前向面店订了45碗牛肉面 而面店老板忙碌当下也不宜有他 结果餐点做好了 这名黄队长却联络不上 店家这才知道受骗上当 后来那45碗面怎么处理 肉还可以拿起来 可是那面要倒掉 受害店家真的欲哭无泪 是吧在屏东博爱路的一间牛肉面店 上月31号 一名自身是当地消防分队的黄队长 打电话向店家点餐 并要求店家不要打电话到分队 似乎要给队员一个惊喜 事后店家发现被骗了 只能摸摸鼻子认了 而实际到消防分队 消防表示根本没有黄队长这个人 公部门在订购的时候 都会留下具体的姓名以及电话 求证的电话再确认一次 当地消防分队长是姓李 而不是姓黄 如今遭受无望之灾 消防也苦笑无奈 并趁势呼吁诈骗猖獗 店家接到订单时 还是要仔细查证确认 避免落入不肖人士的诈骗陷阱 借出税朋友们早